哈囉我是開音 今天來跟大家聊一個非常簡單的觀念 如何最有效率的執行最多人選擇的有氧運動 游泳、慢跑、騎車 首先我們把有氧耐力訓練分成一般人以及運動員 運動員從事有氧耐力訓練不外乎提升專項運動水平 增加其競技比賽能力 而一般人從事有氧耐力訓練不外乎消耗熱量、減肥、增加肺活量 其次改善心血管以及呼吸功能 今天我會針對一般如何最有效率的在有氧耐力訓練當中 達到消耗熱量以及增加心肺功能的觀念來做講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很多人會在他的社群軟體分享 我今天騎車騎了30分鐘、40分鐘 我今天花了40分鐘跑了6公里、8公里的 如果你運動的目的是紓壓開心那OK 但是如果你運動的目的是消耗熱量以及增加心肺功能 那可能就不太OK了 我假設你騎飛輪有一小時消耗300大卡 跟30分鐘消耗300大卡兩種騎法你會選哪一個 我想稍微有點數字觀念的人都會覺得 相較於一個小時30分鐘能消耗300大卡更具有經濟性吧 那麼有效率的縮短訓練時間 增加消耗熱量以及心肺功能的關鍵是什麼 高強度有氧的配速與節奏 許多人最常犯的一個錯誤就是 用相同的速度與頻率去做一樣的有氧 這會有個問題就是也許前一個月你覺得有感覺得自己變瘦了 心肺功能與精神變好了 但是時間一拉長3個月6個月過去了 你會發現怎麼自己的體態停在原地沒有進步 如果你單純只是想要維持那OK 但如果你想更進步的話那效果可能就沒那麼好 我舉個例子給大家 因為馬拉松選手用時速15公里 花了一個小時跑了15公里達到終點 消耗了100%的能量 那他為什麼不用時速20公里花15分鐘就可以跑到終點 這是因為當他們提高時速 身體的刺激與有氧的強度也會跟著提升 可能跑30分鐘就消耗完100%的能量 所以必須在中間穿插簡短的回復休息期 這樣換算下來可能跑完15公里要花超過一個小時 跟超過100%的能量系統才能完成 所以他們想要保留能量來跑遠的經濟性就很差 但是你不一樣 你不是馬拉松選手 你不需要花那麼長的時間 跑那麼遠的路來消耗熱量 就像我說的 除非你是馬拉松愛好者 或是舒壓戀開心的 不然這對於你希望短時間內消耗熱量的經濟性並不高 簡單來說 高強度間歇有氧 對於消耗熱量提升代謝率 以及提升心肺能力與身體強度的經濟性 要好過於傳統低強度有氧 但我並不否定傳統低強度有氧 我必須再次強調 如果這種長時間長距離低強度的有氧 能夠讓你自我實現 自我成長 提升心智強度的話 那也沒什麼問題 我先單純講解 如何用高強度間歇有氧 來更有效率的消耗熱量 我簡單用飛輪來為大家示範 如何運用配數把高強度有氧 低強度恢復 交替運用在有氧耐力訓練中 常見的比例包括 1比1 1比0.5 甚至低於一半的休息時間 這完全取決於你自身的回復能力 以及身體素質 隨著自身不斷的進步 可以慢慢的降低低強度恢復時間 如果你不想精算或是覺得太麻煩 太累降低運動慾望的話 那我可以推薦你一個非常實用的方式 就是在你的歌單內放一首快歌 再放一首慢歌輪流交替 慢歌的時候做低強度恢復 快歌的時候做高強度有氧 不但可以讓你的有氧變得有效率 同時也不會那麼的枯燥乏味 今天可以放五首歌 慢快慢快慢約25分鐘 以非人來說 慢歌的時候可以降低阻力慢慢騎 快歌的時候可以增加阻力加速騎 或甚至爬坡 不斷變化配數及節奏 讓消耗熱量來得更有效率 同時也能避免無聊 並更加的提升升級數值 我現在騎的這台是BLAZE的951雙合金磁控飛輪車 那我現在水壺是MyProtein的經溝杯 裡面裝著他們家的BCAA 那剛才你在聽什麼 我在用Sudia的耳機聽我最愛的樂團 還有嗎 還有Tiger的肌肉背心 Yeah 你這短短幾秒 那一邊工商的四間廠商 沒錯 難怪會被人家說是工商巨巨 除了車體兼顧好用、可調車身、符合分級工學外 電子錶還能顯示 即時時速、每分鐘轉速、卡路里參考、運動距離、運動時間、心跳速、富有搬運輪 就算是瘦小的女生也能輕鬆搬運且不佔空間 如果有需要健身器材的朋友可以到影片下方的連結購買 那邊有比官網更便宜的折扣 還有其他各種健身器材可以選擇 那如果你有其他問題的話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或者私訊我 我會回答你相關的問題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是健人蓋 我們下次見 掰掰